這個好熟喔 這個是在那個辦公室裡面那一個啊 對不對 好啦各位觀眾 今天我們要繼續來我們的戀愛淘汰局啦 上一次呢 我們就是讓那個江浩給我們一個柱子 所以來到這個高檔會所 那到底呢 是誰綁著我們的妹妹 到底幕後長技能又是誰呢 我們趕快來試試看吧 OK 來吧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來到這裡的高檔會所囉 我被一名服務生燃下啦 啊 哎呦 這服務生就沒有像主角那麼帥了 這裡只堆會員開放 好 若微 他好像說只剩下一天的超能力了嘛對不對 所以今天如果沒有查出來 可能就慘了 會員來各位 還記得之前呢 是要耍心機子的嘛對不對 所以 如果今天我們沒有心機子的話呢 可能就不行了 好不好 所以 我覺得呢 我就是會員 這是1啦 怎樣成為會員 這個應該就不用選了 我們就直接選1就好了 齁 因為 一定要講 這樣子我們才會有新機子 登登 我們這次高檔會所 每個人都有臉的辨識系統 你才剛進門就沒有通過識別 可是 對不起 請你離開 拜託你讓我進去吧 我需要找一個人 啊 不行耶怎麼辦 但是我們還是得進去啊 不進去真的來不及了 你再這樣我要喊保安了 你喊啊 一個人 在不遠處說的話 應該是老闆 你看 這個人叫魏明凱 魏明凱 上次呢 這個 這個 我不會念啦 大家有跟我說這個念魏對不對 終於來了 救命的道場 這是我朋友讓他進來吧 你看 果然這個 有頭有臉的人 說一句話 就好像 拿了一個金塊給人家一樣 是中彩 中彩 內 這最後會不會中彩跟他在一起 這個就不一定了對不對 二文比較實在 說吧 找我什麼事 想求你救我妹妹 救我妹妹 江浩不是在幫你嗎 啊 他不行 你才來找我 這樣子 是不是 困神來了 好啦 各位來吧 第一個 我們要怎麼跟他講呢 我需要你幫我 老實一點跟他說我需要你幫我 他讓我來找你 這兩個魚翼都差不多 一個是 你低聲下氣 一個是江浩低聲下氣 來吧 選一 選二 來大家決定吧 二二二 二比較多 好啦 那我們就趕快 快速的 快速的 二 他讓我來找你 他讓我來找你 以後我來催你 我知道了 欸 感覺選這個比較好喔 代表是 欸 他也承認他 他沒辦法幫到他 所以請老闆幫忙 所以老闆站比較有面子 說吧 開始往內室走 你願意幫我嗎 求你 沒多少時間了 我可以幫你 果然人家隨便講一句話 都很有霸氣 多謝你 多謝你 電線沒有啦 先不要謝 我不是白幫你啦 幫你可是有條件的 只要你可能救出我妹妹 什麼都願意 哇 話不要說得太早 看看他的條件是什麼 條件不難 我要幫你 你 讓你幫我淘汰兩個人 淘汰兩個人 難道是 江浩跟江彥嗎 江也嗎 江浩為什麼說會有生命危險 對 因為哥哥好像是那個 不見了嘛 對不對 所以要去找他了嘛 尋一下沒錯就是他們 哎呦 馬上淘汰掉他們 怎麼個淘汰法 欸不要這樣嘛喔 不一定都一直要GT啊 不覺得很生年嘛 好不好 怎麼個淘汰法 你不會還不知道你所處的競賽吧 蛤 原來其實我們從頭到尾都被陰了 戀愛淘汰局 完全沒有聽說過啊 晚安晚安 累了去睡吧 其實我們是一個組織代號L 專門進行戀愛淘汰 喬慢那一局你就做得很好 跟他有什麼關係 他只是當局者 當局者都必須不知情才可以 我其實也不懂了 我們在組織這次戀愛淘汰 我們會從人群中 找到適合戀愛的競賽組 然後指定某人贏 由我們控局者進行操作 這些選擇先人他們是不知情的 不知情更簡單的 就是一場真人競賽 對啊為什麼要這樣子做呢對不對 沒有為什麼 好玩而已嘛 隨意操縱別人的愛情 可是那個能力不知道是怎麼來的 對不對 只要完成競賽者才能夠進去擁有他的能力 哦 晚安晚安 控局者是誰 睡前治療 我就是 我們就是其中一個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完成呢 我們的能力在這一天就會消失了 對不對 我 我們就是江眼星招募的控局者 你也進入戀愛淘汰的競賽中 喬慢那一局是你的入職測試 但是我們都不知道耶 對不對 你的體內有附身技能的因子 才能成功激發你的特異功能 哇塞 而且從你接受江眼跟江浩 你就已經是我們L組織的一份子了 所以其實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有被監視著 不管我們去附身給誰啊 他們其實都知道耶對不對 既然你新加入人進來 那肯定有人要被淘汰 淘汰了會怎麼樣 失去了所有的記憶跟能力耶 那難怪哥哥要討對不對 因為他可能知道這一切後果的發生 晚安哦晚安 為什麼 對啊你看 這個也是我蠻好奇 為什麼會突發疾病 所以你看 就跟那種特務一樣哦 就是沒辦法有 其他的一些關係出現啊 你不會想出現啊 不會啊 結束之後就沒了啦 沒了 觸犯了行規 好啦來吧 1 沒有往回的辦法嗎 2 所以會怎麼樣 其實我比較想要選2 因為我想要知道 他會怎麼樣 那如果選1的話 應該會有 嘖 可能會告訴我們 怎麼去做 那選2就會告訴我們知道 會怎麼樣 好不好 大家來選 這邊就比較沒有心機質的問題 就純粹自己的 影響跟走法這樣子 好 來吧 那我們就選2囉 看看最後的結局會怎麼樣 觸犯行規 那他會怎麼樣呢 會死掉還是怎麼樣 總之不是好的結局 蛤 跟我們無關 連知道都沒辦法知道 所以難怪僵眼要逃 欸所以你看喔 所以你不覺得 你看他說我們如果淘汰掉之後 可以立刻救回來 如果不願意你就會離職 然後離職就等於我們也要 不好的結局耶 所以我們勢必要在這兩個人之中呢 選擇一個 對啊 啊 阿姐是因為 1 蛤 有回答跟沒回答一樣 因為不只你一個新的控局者 你這麼一說都是反過來 另一個控局也要加入淘汰 那麼你就淘汰一個就好了 誰 該不會是他妹妹吧 該不會是他妹妹吧 真的 你看 跟我妹妹綁架有關 對嘛 所以難怪你看 這個都有一些相關的 如果我們今天選不好了 他妹妹可能就不見了 對不對 這其實真的是 好內心喔 看起來真的有關 好 我給你的選擇 你還沒有做呢 是接受幫助我 還是淘汰 拒絕的話 看著你妹妹遇害 你看 我選擇 心跳好快 手心出汗 這是個重要抉擇 但是無法逃避 自己的妹妹還是比較重要吧 應該是吧 到底要不要接受呢 好吧 各位觀眾 這個交給你們決定了 我不 我不影響 選第一個話 接受的話 我們妹妹應該就可以救回來 選拒絕的話 可能妹妹就會遇害 但也許也不會喔 但是也許會喔 自己的妹妹呢 你要想想是自己的妹妹喔 看來大家都超有佛心的 好不好 還是以自己的親情為重 畢竟那兩個人對我們來說其實是 就是他們也是 裡面的一個招募者 所以對我們來說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接受老大的幫助 大哥的幫助 仲裁的幫助 看看會怎麼樣 我接受 I explain 為了長情不得不做出絕斷後續的問題 我能解決嗎 啊 還要去一個地方 去見我妹妹嗎 去了你就覺得 糟糕 感覺不是一個 很棒的地方 好不好 來到一個救火車 好像在玩返校的感覺 黑打手也來了 黑打手也來了 你也是控局者 我只負責老闆的安全 保鏢啦 保鏢啦 那你叫什麼 他叫黑衣 因為他都穿黑衣就對了 那我穿白的就叫白衣 白衣 他點點頭而已 好 不想講 到了 莫非我們的妹妹被關在這裡 長情被關在這裡嗎 又忘了黑衣 忘了外面開 這是一面貪 聽到一陣男女的嬉笑 那女生再熟悉不過 是長情 哇 來到一個是類似學校的 體育館之類的 長情 笑顏如花的服 在一個男生的肩頭 糟糕被拔了 你也在衝下 長齡 長齡 欸 這個好熟喔 這個是在那個辦公室裡面那一個啊 對不對 一開始最早的第一集 還是第二集我忘記了 請請你說什麼 這是長嶺 他不是這樣子啊 他們兩個怎麼會在一起 長情怎麼會知道我是長嶺 欸 對不對 我們身上的面貌就不是那一個人 我們是洛威 對不對 對不對 妹妹怎麼會知道我是姐姐 對不對 長情看向我身後的衛冥卡有些不滿 所以我覺得妹妹也是在這局之中哦 什麼意思 你帶他來什麼意思 所以該不會我們的愛情是因為妹妹淘汰了我們吧 所以我變成我跟他分開這樣子 這幾個贏的事 他們到底都是誰 允塵和我一樣處在狀況外 注意你的態度 我是你的上司 啊 你看 所以代表妹妹也是啊 你看 恐懼者 果然這個戀愛淘汰局是多麼的陰謀啊 那結局還怎麼玩 大家傻眼哦 沒有想到結局會這樣 欸 故事的劇情會這樣子走向 你先出來 瞬時倒了下去 在屋子出現了另外一個人 趙紫妍 剛才是趙紫妍附在長情身上 我補到長情面前不停的搖晃他 緊緊緊緊 嚇呆了 你們都是什麼人 欸 這裡要稍微看一下 哦 阿承你還記得我啊 你不是死了嗎 所以你看這個 這個真的是哦 因為後來 他 他們能夠附身哦 就是因為 那個 他們之間有戀愛的關係 控局者才有辦法去侵入人體 所以代表那個 玲玲呢 跟那個允塵是有在一起的這樣子 所以他才可以進入 那 通常哈 這個子言呢 就是因為跟他是在一起的 所以他才會想要報復 通常都是這樣子啊 姐 姐 你看他醒來了 沒事的 姐在這 他們不敢對你怎麼樣 阿承 所以你看他還是喜歡他的 你都是笑的還是鬼 累了就是睡啊 因為這個不是很多人愛看 但是 偶爾玩一下這個還蠻好玩的 鬼 他們就是瘋子 我是鬼 這些大人的罩子 這次人怎麼會有鬼 可是他 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哪天沒有接你電話 但我不知道你真的會想不開 聽你透露折唱的經濟資料也怪我 一不小心就被電話 我抓了了了了 台語配音 大家有的字自己看哦 不會全唸啦 苦苦的愛求你再見我一面 韓星 掰掰 紫妍你放過我吧 你叫我當時多無助多絕望嗎 在海邊坐了一夜 期待你能夠良心發生在見我一面 哪怕是在跟我說分手 可是你 他其實這種感覺真的是 蠻痛苦的 就是 你也沒給人家一個交代 就要人家 不要你了或是什麼 這真的是蠻痛苦的 最後的一點繼續人間蒸發了 我們宅裡的跳海 把手包掉到海邊 OK 你沒死 失眠治療中 感到想說是正常 我為什麼要死 你這個渣渣 找不到你就打算去見見那個害我丟死工作的女人 長臉你太自私了 以前我對你有一絲同情 沒想來捐附在我身上 把我靈魂擠出來 借用我的身體就不害害我丟了工作 所以你看兩個人都這樣子耶 確實對不起趙紫妍 去看到你和 遠程啊 長情出雙路對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欸你們看得懂嗎 如果看不懂可能要回去看前面的喔 別跟我說對不起 徹底遺忘根本不在乎 反正在這裡就是在那邊 覆來覆去覆來覆去 啊結果那個靈魂要去覆了別人身上這樣子 是蠻特別的 我不知道他那個 你覆在別人身上之後 他的靈魂還可以去覆別人身上 都要做你墊腳石了 OK 長情出手推了趙紫妍 該還的還你 你故意覆在我身上 讓我拉著阿成 自導致隱 關係很複雜沒錯 假案 逼你就犯 我認為都被擠出來 什麼做不了 只能幹著我紫妍 你搶了我的男人 這筆醬就算了 沒在看 所以他其實真的喜歡他 不然他沒辦法入侵 明明是你出現 放棄我的 不過別客氣太早 他會接近你是因為 你是長領的妹妹 什麼 我等一下跟你們解釋 我等一下跟你們解釋 我看一下 他目的是宋哲宇 長領還是宋哲宇的女朋友 他才接近你的 阿成你 我我我我 來不及了 這就是你所謂的真愛 長領想起 他們已經見怪不怪了 這樣子 紫妍 來吧 各位 你們會覺得說 呃 是自己不對呢 還是 他 他這樣子也不對 這樣子 那一開始 他 我們一開始會有這種能力呢 是 到後面我們在這邊的時候才知道是他們射的局 那我們會選 我們會去附身別人 是因為想要讓 那對狗男女 就是失敗這樣子 不要在一起 然後 進而遠之他 因為 後來跟我們說 我們要去一個試煉之後才能夠 達達成這個目標 結果我們就一連串呢 遇到了不同的人 一直去 一直去 去附身別人這樣子 然後就搞到現在這樣子 妹妹也是加入在這裡面 整個組織都被策劃了 所以現在呢 我們附了人家的身體 結果把人家擠出來了 那我們要覺得說 是我們對不起別人 還是我不怕你的威脅 結果覺得應該要見好就收 然後對不對 畢竟現在所有事情都出現了 但是有 有好的結局 有壞的結局 好不好 我不怕你的威脅 我不怕你的威脅 你太高估你自己啦 啊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對手 我才不怕呢 很好 雖然這個局被老闆中斷了 但我也不會放棄的 趙子言 第一個要被淘汰的就是你 每個人都要互相淘汰對方 但是被淘汰真的就 一切灰料料 簡直太精彩了 一個男生又過來了 哎呀這個是新人耶 有點帥喔 有點帥喔 簡直太精彩了 看看 黑衣第一個擋住那人的路 你這是做什麼 雖然不是一個主持人 但請你還是在吧 結束了 拜拜 周琪 他叫周琪 你在幹嘛 居然敢出現 新的控局者這麼難控制 想必凱哥你很煩吧 你要來看得到那個看完可以走了 今天心情好不想抓你 你的手下新出了叛逃的控局者 新出了叛逃的控局者 我以為只有你說 萬一復帥人才會叛逃 他說的叛逃就是那個 姜岩啦 因為姜岩跑走了嘛對不對 哎呦 生氣了 開始罵人了 這種人最會挑撥離間的 我讓你滾 讓我這個師兄好好介紹一下 再看看 我感到很貴重 我感到很期待 再看看